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黑夜中的耳鱼短波电台的秘密信息传递 二天空之眼侦察卫星技术的角逐 三潜行的巨人和潜艇在大洋中的暗战 那魔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黑夜中的耳鱼短波电台的秘密信息传递 各位听众,今晚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 隐藏在夜色中的神秘声音 短波电台的秘密信息传递 请调整您的收音机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充满阴谋和谍战的频率世界 首先,让我们回到冷战时期 那是一个连空气中的电波都充满了猜疑和暗号的年代 在这个没有WhatsApp和Signal的年代 间谍们需要一种隐蔽且有效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而短波电台成了他们的秘密信使 短波电台之所以被选中 是因为它具有跨越国界 不受地形限制的能力 但最有趣的是 这些电台传递的并非普通的对话 而是一种被称为数字电台的广播 这些广播通常在固定的时间和频率上出现 他们的内容 一连串看似毫无意义的数字 字母甚至是音乐旋律 想象一下 在午夜时分 你调到一个频道 突然听到一个平静的声音开始暴数 5 9 2 6 或者是一段摇篮曲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某个穿着黑色风衣的间谍 正站在月光下 用一台隐蔽的短波收音机 接收着来自远方的指令 这些数字电台的真实用途 至今仍是个谜 有人猜测 他们是用来传递加密信息 给在外的特工 而这些信息 只有持有特定解码器的接收者才能理解 有趣的是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 这些数字电台依然活跃在短波频段上 他们的存在仿佛在告诉我们 谍战游戏从未真正结束 有些数字电台 甚至有了自己的昵称和粉丝群 比如 短波幽灵 The Buzzer 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它以其持续的嗡嗡声 和偶尔穿插的俄语信息而闻名 有些狂热的短波爱好者 甚至会尝试追踪这些电台的来源 但多数时候 他们只能在黑夜中 与这些神秘的声音相伴 所以 下次当你在深夜无意中调到一个奇怪的频道 听到一串串神秘的数字时 不妨想象一下 也许你正无意中 窥视了某个秘密组织的暗号 或者只是成为了某个无线电爱好者的听众 无论如何 这些黑夜中的耳语提醒我们 有些信息是不愿意在阳光下曝光的 他们更喜欢在短波的遮掩下低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空之眼 侦查卫星技术的角逐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宇宙间的高科技前行者们 侦查卫星 想象一下 你正在自家后院享受日光雨 而在数百甚至数千公里的上空 有个金属制成的小东西 正用它那不眨眼的天空之眼 偷偷窥视你 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 但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了 侦查卫星 这些天空中的间谍 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为了掌握对方的军事动向 开始了一场太空中的角逐 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竞赛 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太空冷战 美国的科罗纳 科罗纳 项目可以说是侦查卫星的开山鼻祖 想象一下 那时候的卫星拍完照片后 还得把胶卷头放回地球 然后由空中的飞机去捕捉 这听起来就像是某种间谍电影里的情节 但这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而今天 随着技术的进步 卫星可以实时传送高清图片 甚至是视频 这简直就像是从拍立德升级到了直播 不过 侦查卫星并不总是那么高朗 有时候 他们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状况 比如 美国的一颗侦查卫星 曾经意外偷拍到了澳大利亚的一处秘密基地 结果照片被误传到了公共数据库中 这就像是你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不小心发到了朋友圈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你的小秘密 而在技术的角逐中 各国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有的卫星可以在夜间拍摄 有的可以穿透云层 甚至有的可以监听电子信号 这些卫星 就像是装备了各种超能力的超级英雄 他们在太空中巡逻 保护着国家的安全 但是 侦查卫星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隐私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毕竟当你在户外时 你永远不知道 是否有一双眼睛 在天空中注视着你 这让人不禁想起 乔治·奥威尔的1984 只不过老大哥的眼睛 现在可能不仅仅在墙上 还在太空中 总之 侦查卫星技术的角逐 是一个充满了创新 神秘和意识的领域 它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也是技术进步的见证者 而我们 作为地球上的居民 或许应该 对这些天空之眼抱一微笑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微笑 是否正被某个漂浮在地球轨道上的 金属小东西记录下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潜行的巨人 核潜艇 在大洋中的暗战 好的 让我们潜入深邃的海洋 探索那些在海底 悄无声息滑行的钢铁巨兽 核潜艇 这些海底的幽灵 是国家力量的象征 也是海洋战略博弈中的隐形玩家 首先我们得承认 核潜艇就像是海底的忍者 它们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想象一下 这些装备有核弹头的潜艇 就像是海洋中的潜伏者 随时准备发动一场无声的打击 它们的存在 让其他国家 不得不在海洋战略上多加小心 毕竟 谁也不想在自家后院 突然冒出一个核潜艇来 核潜艇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那时美苏两国为了争夺海洋霸权 开始了一场水下的暗战 美国的乔治 华盛顿籍和苏联的酒店级潜艇 就像是两个海底的舞者 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 互相试探 互相威胁 而在这场暗战中 最有趣的 莫过于潜艇的隐身术 核潜艇的设计 让它们在水下 几乎无法被探测 它们可以在海底 静悄悄地待上几个月 甚至几年 而不被发现 这种隐身术 不仅仅是因为 它们的精英技术 还因为它们的形状 材料 甚至是船员的呼吸 都被精心设计和控制 但是 核潜艇的生活 并不是那么浪漫的 想象一下 几十名船员 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几个月看不到阳光 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工作 这简直是对人类 耐心和毅力的极限考验 而且 如果不是那些 高度自动化的系统 船员们可能还得 时刻担心 自己的核反应堆 是否会突然情绪失控 海洋中的暗战 是一场无声的博弈 是国家间力量对抗的 隐秘战场 它们就像是海底的巨人 前行在深蓝之中 随时准备展现自己的力量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些海底的巨兽 既是科技的奇迹 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们的故事 永远充满了神秘和惊奇 亲爱的观众们 今晚我们一起探索了 隐藏在黑夜中的耳语 短播电台的秘密 信息传递 天空中的侦察卫星技术的角逐 以及海洋中的核潜艇的暗战 这些领域都充满了神秘和谜团 让我们大开眼界 首先 短播电台的数字电台 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间谍世界 不禁让人联想到 黑暗中的秘密组织 这些数字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是特工之间的暗号传递 还是无线电爱好者的游戏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但这种神秘感正是吸引我们一探究竟的原因 接着 侦察卫星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这些天空中的间谍 用他们的天空之眼 在数百公里的高空中 窥视着我们 他们的技术不断进步 让我们的隐私权备受争议 但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可以微笑面对这些天空之眼 因为谁知道 也许你的微笑被某个卫星记录下来 会成为宇宙中的一道亮光 最后 核潜艇在大洋中的暗战 给我们展示了国家间力量对抗的隐秘战场 这些海底的巨人 静默无声地滑行在深蓝之中 保护着国家的安全 他们的存在 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奇迹 也让我们对人类智慧的无限想象 总之 这些故事中的科技和谜团 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 他们提醒我们 现实世界也充满了未知和神秘 而我们作为观众 可以在这个充满了想象力的六度世界中探索和思考 所以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黑夜中的耳语 天空之眼和前行的巨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